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2月11日 星期日 繼續連中無休 星期一至日都送上最新的資訊給各位 首先講講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 昨晚漏夜澳門宣布餐廳也不用掃健康碼 最新的情況如何 跟各位一起講 難怪近來香港有個花名叫數碼港 香港也要數碼 亦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社區消息 據報發生了另一宗倫常慘案 情況如何 跟各位一起了解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澳門下星期再放寬防疫措施 無需掃這個場所碼 餐飲聚會亦不限人數 民喻活動的觀眾免打針免檢測 報導的內文提到 澳門再放寬防疫指引 下星期一開始無需掃描記錄行程的場所碼 即是香港的安心出行 下星期三開始容許感染者居家隔離 當局說只要患者數目可控 會盡快推進與香港免檢疫通關 澳門的衛生局局長羅易龍是這麼說的 我認為要看我們今次進入過渡期的疫情情況 如果每日新增感染者數目可控 不會有嚴重的數字升幅 引起醫療系統和社會運作壓力 我認為港澳通關都會盡快推進 下星期三開始患者留在家隔離至少五天 連續兩天快測陰性都可以解除隔離 市民即日開始乘搭巴士 進入餐廳等公共場所 是無需再出示健康碼 只有進入政府部門 醫療 社會服務機構和非高等教育學校才需要 另外 餐飲聚會不再設人數上限 300人或以上才需要出示陰性的證明 在說集體節慶 文娛和康體活動 百再要求觀眾接種疫苗或做核酸檢測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最新報道 澳門的最新情況又快過香港 在說最新的情況 不用到處都掃這個場所碼 即是香港的安心出行 意味著當中包括餐廳 香港這邊最大爭議就是餐廳 香港不足的接種劑數多達二三十萬人左右 若然香港能夠跟隨內地的國餐 澳門的做法 其實香港可以頓時釋放二三十萬人 能夠再次進入餐廳 但現階段香港這邊的淡漫版 因為那個社交距離措施 至少要延長到今年年底 即是月底 12月28日 到時的時間又不知道會否延長過年 又或者不知道會否想其他方法 其他的限制 甚麼都好 所以這個時間其實是關鍵 就是在跟官員爭辯 輿論 文情都相當重要 如果官員不管了 照樣做的話 到時12月28日有機會再延長社交距離措施 大家知道這個時間甚麼都可以 加上沒有甚麼聲音跟進這一類的民生事項 即是你要一些專櫃去幫忙 都不是每個人都肯 一兩個可以幫忙說幾句而已 所以這段時間KOL們都在發功 就在說是否可以制定停証 安心出行庭的疫苗通行證 你說現在香港的中數突破一萬宗 好 我當你說得對 是否應該和大家和市民友商有良 說一說何時可以停 例如疫情下跌 可能一兩日後跌下來 是否到時可以取消 因為這個取消和外地旅客說是非常窄地有聲 就是告訴外地旅客香港真正服償 大家來旅行吧 你想想你宣佈完了 都要幾個月時間消化 所以現在最新的情況 澳門都已經宣佈不用數碼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看 香港是否真的要做數碼港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會過留言都重要 另外轉看另一宗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池樂村連邁的夫婦涉嫌用鐵錘搏殺長期病患的女兒一同被捕 而此不堪照顧壓力 報道的內文是此 池雲山發生倫常慘劇 池樂村一對年過七十多歲的夫婦 以此長期照顧患病的47歲女兒壓力爆煲 有人趁著女兒熟睡過後舉起鐵錘搏襲 今天12月11日凌晨1時多 母親木島女兒血流披臉 艷艷一色 於心不忍報警求助揭發慘劇 女兒送院搶救過後雙重不治 連邁夫婦涉案被捕帶返警署 今天凌晨1時多池樂村樂信樓一名女子致電報警 聲稱難以長期照顧患病女兒 曾用鐵錘襲擊她的頭部 救護員到場把頭部血流如注的女傷者急送廣華醫院搶救 可惜燃至今早2時32分 證實雙重不治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後 懷疑有人涉嫌殺害女兒 將屋內一對連邁夫婦分別74歲和78歲 拘捕帶返警署 期間女兒犯疑似因為行動不變 需要手持拐掌協助暴行 並由警員帶上警車 案件列作謀殺處理 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做跟進 據悉 兩老需要照顧一名是年約40多歲的長期病患女兒 但隨著年事已高 體力衰退 照顧女兒佔感吃力 疑似轉牛角尖養成家庭悲劇 怨死者安息 這宗新聞聽起來相當心酸 一對連邁夫婦已年過70歲 加恩照顧那位40歲長期病患的女兒 疑似長期陷入壓力 這件事其實之前已發生過 記得擴掣之前議事堂的時間亦發生過類似的慘劇 結果要立即召開特別會議 捉了官員上來說說究竟怎樣 當時官員說有很多系統 很多機制 以防同類事件發生 現在又有 究竟這件事的真相如何 怎樣說也好 希望死者安息 另外提醒各位老友記 近期是繼續捉酒吧的客人 沒有一數安心出行 數字比較多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11位蒲巴客沒有快測或紅馬 是遭到罰款 兩酒吧違反防疫令關閉14天 負責人亦被捕 報道的內文是 由尖警區區內巡查多間酒吧處所 人員在其中兩間領有酒牌的處所 發現一共兩男九女顧客年齡26至36歲 分別是未能出示24小時內的快測陰性結果 和他們的疫苗通行證是紅馬 於是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最近世界杯酒吧多一點生意 不過相關的巡查行動持續 亦有人因為沒有做快測 甚至疫苗證竟然是紅色馬 都去酒吧 結果收到定額罰款通知書 另一邊也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天價黃花魚在營 街市魚檔4800元野生黃花魚惹來爭議 網友有一個原因 說超抵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那位網友在一日前 Facebook群組香港街市魚類海鮮研究社上載有關照片 並指百年難得一件野生海黃花 照片中的黃花魚70厘米長 價錢牌標明重4斤4架 每條售賣4800元 市主就在鐵文內未有交代在哪個街市拍攝 不過多位網友表示 下午在大埔街市同樣見到一條標價4800元的黃花魚 有網友問值不值 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又質疑放在冰桌上只是死魚一條 為何比油水魚更值錢 冰夜魚 不如將野生黃花魚逐條拍賣 價高者得 滿足虛榮感 加上證書加簽名影相留念 不過亦有網友表示 吃過就回不了頭 只是很多年前吃過一條細 肉質的確非常鮮甜 是魚別不同的鮮甜 有人帶讚魚味很美 而且大條抵食 香港街市再現野生的黃花魚 今次標價4800元 據報出現在大埔街市 不如問大埔網友有沒有看到 問哪一條魚是否值得 問各位網友的意見 我是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